本台记者陈永青报道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在市议会预算与拨款委员会通过2020-2021财年和2021-2022财年预算提案修正案后发表了声明 该预算将由全体市议员投票并由市长签署 布里德在声明中表示 自爆发新冠病毒以来超过20万旧金山居民申请失业 一些小型企业被迫永久关闭 城市的财政收入因疫情影响而大幅减小 作为市长 他有责任超越预算 确保能够继续为旧金山的居民提供服务 但他不能支持议会决定从储备中拨出太多的资金 这会导致风险 他将使用全线保护旧金山市免受任何财务风险 让居民得到更好的生活 据悉 布里德提出的预算案正在进行重要投资的同时 还需要负责任的使用储备来平衡两年的15亿元赤字 保持就业机会 并将对城市服务的影响降到最低